然后不舒服 我没有心情讲话 我不想讲话 这种气域体质的一点点是生闷气 我不想讲话的 你这样子动了还一点点是 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事 他就静静了 他就没有说什么时候得罪到你 你咯 还推到我一点 就是这种气域体质的 他很容易生闷气 很容易不高兴 很容易叹气 这种表现都是属于气域体质的 经常的闷闷吹吹 当然我们在讲的饮食和生活 怎么样会引起我们体质的偏颇呢 怎么样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不一样呢 这个我们就要看了 你到底怎么吃到你的身体 你到底是做了一些什么 弄到你的身体 第一个 我刚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住在这里 我从KL上来 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茶餐室 然后我就看到这里很有特色 全部人都是 order了一些冷的 冷的豆浆 冷的啤 冷的咖啡 冷的蜜肉 因为我去茶餐室 我就看他们在那边泡 真的是十杯里面 应该有九杯都是冷的 很少人order热的东西 经常吃凉的Ice冷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人体的恒定体温是多少 三十七 对不对 一般三十七 四十 如果你现在吃了一个 零度的食物进去 零度的时候 我问你 一个杯 现在放了很多Ice冷 然后你就会开始看到 那杯外面很多水珠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 因为它在适应着周围的温度 它会变得和周围的温度一样 对不对 它会变得和周围的温度一样 如果它现在是零度的冰 它放在三十七度的地方 它们就会那个水珠片三十七度 同样的道理 零度的水 浸到去肚子 然后你的身体是需要耗费能量 来去让它变成三十七度 因为在西医来讲 它们是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你吃冷的不会影响的 你的生病不会影响的 你客气没有事 你喝冷的不会有问题的 但在中医来讲 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东西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温度 和你身体不一样的东西进去 你的身体就需要有能量 让它变得它身体的温度一样 这个消耗的是什么 在中医来讲 消耗的就是你的气 消耗你的阳气 当你的阳气 因为你天天三餐 喝冷的 喝冷的 然后你的阳气 就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它都跑去 去暖化你的能力 暖化你的食物 都跑去这里了 所以长期次 这种寒凉的食物 容易造成这个人 阳虚 气虚 它慢慢地会觉得 诶 怎么我自己讲话没有什么气啊 我自己讲话没有什么气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我会觉得 哦 我很想睡觉 我很想睡觉 阴气生啊 这个就是阴气生 哦 我很想睡觉 我吃饿过后 我就觉得 哦 我想要睡觉 就是这种感觉 啊 这种就是 气虚 阳气 被消耗了 慢慢地会没用 然后第二个 瘀血 为什么 为什么 瘀血怎么造成 血管 血管里面流的是血 但是 当你一个冷的 那我问你们啊 如果你们扭到 医生会叫你们做 扭到了 啊 扭到了 然后是 哎 病腹 病腹 病腹拿来做什么 谁可以打 病腹拿来做什么 病腹来死血 为什么 你令到血管收缩 他不会叫你热腹的啊 热腹的话 等下你出血 你整片就变成黑情了 如果你一扭到 是一定的 只要有一点 医学常识的人 都不会叫你用热腹的 哎 病腹先病腹 病腹为什么 止血 让他血管收缩 让他那个血 不再流出来 同样的 当你喝冷的时候 你的胃出现了什么 凝固 你的血管 都凝结凝固 所以出现了什么问题 瘀血 长期你这样吃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哦 血是周游我们全身的 它不是只是在胃哦 我们都知道 血管是全身都有的 从他血管到小血管 从动脉到经脉 它是周游全身的 所以当这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这个瘀血 就会停止在很多地方 因为你血管凝滞了 瘦瘦了 所以它很容易出现 你全身性的瘀血 所以很多人吃了 哇 我吃了冷得我胃痛啊 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寒凝筋脉 终于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寒 影响 它造成了瘀血 或造成了很强的寒气 在它的胃 所以它就开始胃痛不舒服 这是一种 所以这个是经常吃冷的 当然这个寒凉啊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温度很冷 一个是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什么 凉茶咯 大家知道啊 凉茶一杯 凉茶什么 把不吉丑啊 百花色色草啊 下枯草啊 因为现在有时候茶餐是都有的啦 一定有准备凉茶什么菊花给你们选的啦 这一些也是属于凉的一种 它不冷 你可以这样 哦 我不要冷的啊 我要热的 热的菊花 你以为没有事吗 因为它是凉的 因为这个 它的那个药性本身是凉的 所以这种也是属于寒凉的 当然我不是叫你们 哎 你们不能够去喝凉茶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自己觉得 哎 我好像有点头疼 你可以适当的去喝菊花 没有问题的 因为菊花是清风热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头疼啊 你不舒服啊 你足够很迟睡啊 你可以喝菊花没有问题 下苦草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整天塌了 然后你还想 哦 凉茶一杯 那个我就绑不到你了啊 那个是不适合的啊 如果你的体质是这样子啊 接下来 经常吃宵夜 没有事情啊 没有事情做了 哎呀 九点多 十点多啦 因为一般朋友啦 出去来 我们来喝茶啦 Roti加那一个 啊 喝碟一杯 好啦 你晚上哦 没有事情做哦 你坐在那边哦 你讲话也啊 讲话讲到十二点啊 可以啦 回去睡觉 天天如此 这些东西会变成什么 你没有被消耗到 你不是去旅行哦 你吃了过 你跑去走两个小时 也是OK啦 但你没有哦 你吃了是你坐在那边 聊天聊到很爽啦 聊到十一二点了 OK 可以回家睡觉 这样这一些 就会变成什么呢 谈识 为什么会变成谈识 识气 因为你根本没有被消耗 我们一句讲完 就是营养过剩 当营养过剩的话 在中年来讲 这是一种谈识时期来的 久而久之 你就觉得 怎么我身体这样重呢 我不想动 是可能你没有 很明显的肥胖 但是有的人会肥胖 有的人 你为什么将一次消耗肥胖 中年讲这个是谈识 有的人可能 他不会出现 很明显的肥胖 但是他开始觉得 身体很重 他不想动 诶 出去走走 不要啦 我在家啦 我不要出去啦 我在家打击 玩game 我不要出去 他就慢慢开始 连他自己都不觉得 诶 他慢慢开始 慢慢懒起来 这种就是体质 才会影响的 你的个性的 各方面 它都会影响 变得 你开始懒了 不想动 这个是一种 接下来 饮食过量 吃很多餐 我就听说了 我们的国民服务 吃六餐一天 谁有参加国民服务啊 四次六餐吗 我求证一下 四六餐啊 OK 就是六餐 因为我听说 我听说他们去 产生国民服务 回来胖了 就 OK 这个可能 对他们来说 因为平常我们华人的话 可能不会吃到那么多餐 我们华人一般三餐 最多中间加一个 tea 四点的时候你喝一杯茶 华人来讲的话 还是 就是餐饮还是比较少 比较健康 这样 好了 你平时一天吃三餐 一天吃四餐 突然就跑到一个 去 他逼着你吃六餐 你天天都要吃六餐 这个就叫什么呢 饮食过量 因为你平时不这样子吃 你现在才这样子吃 结果好了 饮食过量过后 同样的也是 坛食体质 慢慢的话 你国民服务可能 跟我们跳掉 然后吹回来的时候就 我想带架 我不想出去了 然后你妈就很高兴 啊 她很乖了 好 接下来 饮食过少 就是这种吃的很少 因为其实现在人很多这样子 为什么工作太忙 呃 当然 如果有一些人有工作 可以知道 现在其实坦白说 如果你在一些私人领域工作的话 有时候 那个工作非常多 多到你 那要午餐 你都忘记吃 甚至没有时间吃 甚至延后吃 而且现在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 不吃早餐嘛 就是一起来 哦 赶快去做工 去读书吧 就读读读 读到十二点 一点 有时候老师讲课不听 不放你走 的时候你就等了 等到两点了 OK 这样子 你一个两点三点 甚至乎你做工啦 你讲啊 我很忙 我要赶完这个project 我才可以去吃饭 OK 三点两点吃饭 然后你就会觉得 诶 我是饿过龙啊 我不想吃了 有很多人有这种 有很多人会complain这样子 诶 我好像是 他们讲是饿过龙嘛 一般人的口语话是叫饿过龙 我不想吃了 或者说吃很少就够了够了 哎呀 随便啊 我叫一杯茶喝 喝完了 我就继续做东西 因为我不想吃 没有胃口吃了 长期这样子 然后呢 你去厌血的时候呢 厌血时就会跟你讲 你贫血 这个是会的 因为你长期早餐不吃 其实坦白说 长期早餐不吃的人 尤其是女生 还很容易导致贫血的 大概到你二十多岁 接近三十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一个贫血的现象 所以 这一种吃得很少 或者说 平时会skip的 可能晚餐不吃 午餐不吃 早餐不吃 这样子的 这一种一般会导致气虚 因为气虚 气从哪里来 我们讲的气血 中医讲气血从哪里来 是饮食来的 你的食物里面来的 如果你不吃 或吃得很少 然后你做的 其实你要规发的那些能量很多 但是你又摄取得很少 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 你耗伤你的阳气 耗伤你的气血 耗伤 阳气血都会耗伤 所以就会慢慢出现懒言 觉得好像爬两肩楼梯 以前我爬四层都没有问题 现在爬两层我就觉得耐伤 都是这一种 长期的 就是吃得很少 或者是没有没有吃 还有我们这里 很非常的多长期吃辣的 一定要辣椒 无论早餐我吃云豚面 我也要辣椒 午餐我吃河粉 我还要辣椒 晚餐我还要一个咖喱面 就是 在我们这里同样 很多人 一般有的人跟我讲 我不吃到我没有胃口的 我一定要吃辣的 这种吃辣 它后来导致的会是什么 长期吃辣 它导致的是湿热 加重了它的湿热 它的湿热 如果越来越多的话 第一 容易造成的其实是皮肤病 或者是其他的 湿热性的疾病 第二 它容易变成阴虚体质 阴虚是什么呢 容易上火 容易上火啊 容易生凹色啊 容易喉咙痛啊 这一类的 因为辣的 辣本身 新热是助热的 它是助热的 而且它容易耗伤营业 中医讲的耗伤营业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你的水分容易缺乏 你的水分容易缺乏 当你好像经验 所以这个是从饮食的角度 从饮食的角度来讲 怎么样会影响一个人的体质 然后接下来 如果生